弟子的父母亲戚颇有善根 只是没有发心 振兴佛法 请问弟子应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 这个地方就是佛法间的善巧方便 他如果是不反对的话 你常常听心 至于现在用光碟很方便 你听心 他不反对的话 他也就听到了 能够听个一年两年 善根就种下去了 这是借应很好的方法 那么你自己更要做到 佛教给我们 效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意 你在家做真正孝子 你父母就说 学佛是好 学佛很孝顺 他就欢喜了 他欢喜 他也想学 而且也会把佛法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这样帮助是有效果的 啊 好